我穿越成了世上最怂的富二代 虽然每天都有一个亿的零花钱 女主们更是天天穿着嗨思道追我 可我却对这些好事感到失尊恐惧 因为我是这本书里的分牌 天天这书中的大男主龙奥天 就喜欢与我订婚的冷家千金 按照剧情发展订婚当天 我就被龙奥天与孩子 为了能顺利苟入最后 我决定阻止这场订婚 路瞎人 我是不会和你订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大姐我感谢你9981代祖宗 多谢你不嫁之恩 以后幸福又安稳 你的大缺大德来世再报 哪尼 你说什么 你同意了 青秋 我想清楚了 咱俩别订婚了 以后就做普通朋友吧 赶紧去给你的龙奥天当后宫去吧 去给他舔鞋底 我今天必须和这纯女人撇清关系 此时的冷青秋十分吃惊 他竟然能听到路瞎人的心声 什么叫我去给人当后宫舔鞋底 我怎会如此自清自贱 龙奥天 不就是我前几天招进来的小宝安吗 竟然说我会给他当后宫 这傻娘们什么毛病 我都不怜音了 他还这么大好气 不过他是龙奥天的女人 绝对不能得罪 我能听到他的心声 他好像还不知情 路瞎人你跪舔了我三年 更动用家族力量逼我订婚 现在心里缺一口一个傻娘们 我倒看看你耍什么鬼 今天姐姐就拿你你这人渣 你担心我骗你啊 我路瞎人对灯发誓 我说解除就立刻解除 走吧 我们一起去和长辈们说清楚 你们两个怎么又吵起来了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叔叔阿姨 老爸老妈 我和青秋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不打算订婚了 这小子又逼着什么换手 结结结 终于能甩开这傻娘们 就是可怜冷家了 女儿去给人家当后宫就算了 轻易的家产还双手换上 路瞎人似乎知道一些不得了的事 叔叔阿姨 爸爸妈妈 我同意和瞎人哥订婚 你同意个鬼 这娘们今天出门没吃药吗 这么搞老奥天飞打死我不可 小样 你就这么急着要退婚啊 你问过我妈 虽然不知道你搞什么鬼 反正不能让你达到目的就对了 青秋 你是不是今天脑子不太正常 我倒是觉得你很不正常 你想想 我烦人不烦人 烦人 讨厌不讨厌 讨厌 恶心不恶心 超级恶心 那你还要跟我订婚吗 要的 大姐你故意搞我是不是 龙奥天马上就要登场了 难道非要他当场拍死我吗 为宾客 我受陆冷两家所托 今天要在这里宣布一个重磅消息 陆家大嫂陆下人 冷家长女冷清秋 将在下月初时举办订婚典礼 我反对 他们不能订婚 完独子了 这龙奥天真出来了 接着我就被他装给拍死 他和冷清秋也开始了没修没臊的门 更抢过了老家千亿家产 我知道之后事情发展的方向 你什么都做不了吗 冷清秋眯起眼睛 听着陆下人的心声 心里更加震惊 这个家伙 不但心声能被我听到 而且还知道之后事情发展的方向 清秋 请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抢过你的 你的命运 应该自己掌握 如果是按照剧情走 陆家已施压人 龙奥天挺身而出 冷清秋很感动 接着就以身相许 但有了陆下人的心理铺垫 味道就全变了 龙奥天 你只是我的保镖 我都是轮不到你操心 清秋 我知道你的担心 你放心 今天有我在这里 任何人都别想逼着你去联姻 你多牛皮啊 逆政廉辞的话应该还有好多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堂堂的雪藤四大家谷 不靠正当手段经验牟利 竟然要靠牺牲一个女孩子的幸福 你们是否还有羞耻之心 漂亮 清秋 该你了 别老子哭 人家把话都说这块手 你别赶动了 然后给他去生猴子 冷清秋瞪着陆下人 目光中折射出被羞辱的愤怒症 我的是 是你一个保镖该管的嘛 你被开除了 立刻离开这里 这人是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没规矩 人家里办喜事 他跟着添什么乱 看样子就是个奢皮 撒泡尿招招把老兄 兄弟们 有人和咱们路上抢女人 给我看翻她 好兄弟 冷静冷静 千万别动水 看我面子啊 龙奥天 你已经被解雇了 可以领三个月的薪水 现在立刻离开 惊求他受到了陆家的威胁 他不知道我是战臣归来 怕我被陆家的势力伤害 所以故意假装和我决裂 牺牲自己来保护我 我的女人果然有担当 大姐啊 你不用这么保护她的 我很乖的 绝不给你们捣乱 我只想你立刻跟她走了 陆少 今天我就帮陆少 您铲了这下子 赶紧冲过来吧 这是老子杨明 立办的第一站 从此荣誉 虽然没你都是我的 都别动啊 谁动我弄死谁 此时的龙奥天 也很着急 他真的想动手 但陆虾仁一个人 拦住十几个手 就是不给他装逼的机会 陆少 您是不是看我很不爽 没有没有 我很爽 我爽非了 我觉得你和青秋很配 结婚给我发喜帖 我随份子 要不 你让他们过来吧 毕竟是为你出头的 您放心 今天有我在 他们一个也过不去 此时冷青秋 已经知道了龙奥天的真实怒 龙奥天你够了 坤 现在就滚 否则我报警了 我堂堂未来的战神 整个外乡也没人敢有取得如我 想不到今天竟然遭到如此羞辱 这真不赖我 我也 没整明白 您 您别够呛了 好 我滚 冷家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 雪城四大家族 都将贵付在我的脚下 恭喜宿主完成了初步的狗活阶段 难度细数一颗星 我们这里给宿主准备了第一阶段的奖励呢 奖励什么 奖励您一辆跑车哦 亲 你玩呢 我是雪城四大家族之首的陆家长子 我缺你一辆跑车吗 宿主不要激动哈 这辆豪车可不一般偶青 有什么特别啊 这辆跑车有整整四个轮子的青 冷清秋那死丫头怎么回事 按照剧情不是该跟战神走了吗 现在这算什么 清秋那边的情况我们这边暂时不了解 要详细了解的话 请宿主与他主动攀谈哦 我跟他谈个溜 龙澳天刚才都想掐死我了 拜托你想个办法 让他们赶紧团圆吧 这样下去我迟早被你们玩死 请宿主不要担心哦 我们这边给到的反馈 就是想玩死您的青 说吧 怎么回事 又憋着什么患呢 没有啊 我是你爹 你是什么货色 我会不清楚 你最好给我收收心 否则我饶不了你 他不会嫁给我了 还有多烦我整个血城的人都知道 那他今天为什么突然一百八十多大转弯 同意联姻 我真不知道 我也难忘 那你为什么又突然端起架子 不想联姻了 我心怀大爱 想给每个女生一个家 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要脸的 带上一份礼物 去看望你干爷爷 陆下人此时详起本书的构架 雪城一共有鹿 陈 徐 老 四大家族 陈家老爷子就是陆下人的干爷爷 最近卧病在床 我只要放下礼物打个招 然后赶紧跑路 就这么办 陆少的订婚仪式 被那个叫龙傲天的家伙搅过了 这口气 我们能咽下去吗 不能 说的对 陆少是我们的老大 在雪城 从来只有陆少无恶不作 没人能欺负陆少 陆少无恶不作 我们要去找到龙傲天 狠做他一顿 让他知道谁是雪城的田 你干啥呢 哎呦 陆少年来了 陆少 我有九种办法可以搞死那个龙傲天 您就看我的吧 你是不是闲的 以后抢男霸女这种话不要喊这么大声 我不要做人的吗 陆少 你以前都是不太要脸的 我现在要脸了行不行 都听懂了吗 现在我们陆少要立牌坊 领会精神 立牌坊 你们都给我滚 陆少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龙傲天这个臭要犯的 我非吧 钢子啊 我们是兄弟 是兄弟 就别来砍我 听话 以后别招惹那个龙傲天 告诉所有人 见到龙傲天都绕着走 明白吗 为啥呀 我不理解 我已经死了六次了 这次打算苟到最后 我必须苟到最后 陆少 你还是说中文吧 兄弟 只要这件事你办得好 我车库那台跑车是你的吧 天心地心 没有陆少在我亲 天高地厚 不如陆少对我的恩情厚 从今以后 别逼逼了 去准备看病人的礼品 把车子开出来 我去看我干爷爷 是老大 陆下人刚刚进入老爷子的房间 正想找个理由撤退 就听管家来报 老爷 徐家的大小姐来了 小少爷爷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人 说是神医 雪椒不就是远近 知名的艺术大家吗 怎么小欢又带了个什么神医来 总之都进来吧 狗系统你玩我 这明显是之后的剧情啊 这套剧情没我的事啊 难道非让龙奥天把我拍死不行吗 老子要逆天改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看看有没有后门可以溜走 干爷爷 您好好歇着 我公司有事 先回去了 陆下人 陈家爷爷最喜欢你 你刚来五分钟就吵着走 太没良心了吧 这丫头身材娇小 但比例匀称 这么娇小的身躯 偏偏波涛汹涌 蓬太凶汗 真稀哦 你说什么 啊 我没说话呀 你说了 你个老色批 雪椒 你这是做什么 人家路上没说话 难道我出幻觉了 哎呀 觉起来了 这么优美的狐献 龙奥天真特么有福气 怎么回事 大家的表情 都好像没听到他胡说八道似的 而且声音也的确不像是正常发出的 难道 是他的内心所想 陈爷爷 有几处血管堵塞而已 我用银针通一下就好了 小罗利 不是 那个小妹妹 事情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吧 你是谁 忘记了介绍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龙奥天 医术精湛 我特地带他来给爷爷看病的 北国的名医我都认识 从未听过有个年轻神医叫龙奥天的 爷爷的健康至关重要 莫欢哥不要随意相信别人 小妹妹 正所谓高人不是初 是初不高人 不要小瞧人哦 对啊 就是这个节奏 你把陈爷爷制的半死不活 然后龙奥天出手救命 之后你对他方心暗许 甘当后宫 和冷清秋你们做好姐妹去吧 什么鬼 我的医术会出问题 还要给姓龙的当后宫 还跟冷清秋一起当姐妹 你给我闭上嘴巴 他在那边 我说你呢 我屁都没放一个 你问问大家 小妹妹 老爷子的病 怕是整个北国 不 整个下国 除了我老奥天 无人能治 这两人一路过色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讨人厌 我走针的时候 你们都给我闭嘴 可惜了这闻王九针的上等针 小丫头下手太保守了 掉开了两处大雪 把陈老爷子差点致死 龙奥天关键时刻出手救人 可惜徐雪娇一代萝莉 不 是一代名医 竟然要去做龙奥天的后宫 热个坏家伙 竟然还懂医术 自己刚刚的确是用了 比较温和的走针之法 而且也确实是绕过了 两处比较凶险的穴位 他连这个都看得出来 爷爷 爷爷 雪娇姐 你怎么搞的 这下出大事了 小妹妹让开 我来帮老爷子起死回生 爷爷还活着 此时徐雪娇已经知道正解所在 直接朝着两处要学刺了下去 糟糕 这小子要使坏 奥天兄 没事 就是觉得您帅 雪娇了 有你在真好啊 这次别走了 就留在雪城吧 看着陈老爷子精神焕发 龙奥天却气得半死 我装逼未斑 儿中到崩俗 该死的路下人 怎么哪哪都有你 我阻挡了龙奥天装逼泡妞的路 得赶紧溜 不然真被他拍死 龙奥天要对我下黑手 这个家伙出面阻拦 倒也不是那么无情无义吗 陆少 出大事了 您得赶紧去趟药厂 药厂 出事了 雪娇妹妹 这么急着追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这个家伙真能装啊 黑了采购西料的钱 现在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瞎人哥 最近药厂没什么大事吧 没事没事 你现在应该去给龙奥天挺心 缠着我干嘛 我现在要去处理药厂的事 看来他真不知道药厂的具体情况 难道钱不是咖啡的 瞎人哥哥 来抱抱 什么玩意儿就抱抱 又是这个家伙 怪我好事 龙兄 你来的正好 雪娇妹妹刚刚脾气有点臭 实际上她对您的医术很是敬佩的 你们找个咖啡厅好好聊聊吧 肯定有很多共同话题 哥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祝你们早生贵妇吧 总之别搞我就行 陆哥哥 你别走嘛 你还没抱抱我呢 每次分开都要抱抱 陆少你是真骄杂啊 雪娇妹妹开玩笑呢 没有的事 这死丫头好像知道我有点处置龙奥天 路易坑我呀 不抱我 你就别想走 你有种 哎呀 瞎人哥哥 你好讨厌 你手放哪了啊 陆瞎人 你特么的什么意思 幻觉 幻觉 你们聊 我家药厂出事了 我得赶紧回去处理 雪娇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陆瞎人的 别叫我雪娇 我跟你很熟嘛 陆瞎人可是雪橙四大家族的陆大少 一般人是惹不起的 什么四大家族 在我龙奥天眼里都是蝼蚁 都是蝼蚁嘛 不是 那个我的意思是 再见 雪娇 雪娇 美儿你别走啊 雪花飘飘 美风笑笑 这么的 刚刚差点就挂了 差点被这死丫头坑死 局总好 这死丫头怎么又来了 瞎人哥 事情我都知道了 您打算怎么处理 这批药肯定不能让他出场了 必须销毁 必须销毁 这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龙奥天的女人黏着我干嘛 这么的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 她不是死反我吗 我就说要正常出货 让他带头反对我 我借此机会和他吵一顿 然后撤过 把药厂让给他 让他给龙奥天去养小猴子 以后各走各的路 老子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雪娇妹妹 这批药的造价太高了 压缩细料是我的主意 不过好在咱们是忠诚药啊 是不死人的 咱们就顺手卖了吧 这个家伙已经打定主意 要销毁这批问题药了 但是他自己不干 让我来干是几个意思 都我跟躲瘟疫一样 我就那么贱 要去给龙奥天的 等新人的玩意儿当后宫 瞎人哥哥 我也是药厂的股东 当然要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了 我都听你的 公司还是得你来掌舵 雪娇啊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说的是要贴牌出场 把药卖出去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 你的医者人心啊 徐雪娇 这生儿子没屁眼的事你也认识 雪娇 你要想清楚 药不合格 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咱们的药出问题 你明白吧 明白 我全明白 一批成药而已嘛 有啥大不了 真的要是耽误了病情 就算他们自己倒霉了 谁让他们自己生病的 瞎人哥 我听你的 这样 我先来签字 这批药今天就出场 要求三天内全部发出去 以后别管我叫哥 徐雪娇你是我爹 雪娇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我只信瞎人哥 立刻向药监局汇报 这批药立刻销毁 同时内部展开系统调查 所有相关部门进行作业流程检讨 查处吸料采购相关人员 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洛少三思啊 这批药的价值可是六个多亿啊 公司的事是你一个保安队长能掺和的吗 我连这点加规都立不住吗 这特么是治病救人的药 都特么给老子听清楚 这批药 要是谁敢出场一例 老子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不仅是今天 从今以后 谁特么在打犀料的主意 老子让他把老底做穿 徐雪娇看着陆下人 露出了欣慰的笑 这个家伙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那些太七行霸手无恶不作的传闻 是真的吗 虾仁哥 我说过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这死丫头从一开始就吃准了 我不会让这批药出场吗 不对 哪里出问题了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嘿嘿 虾仁哥 我下周过生日 邀请你来我的生日宴会 至于这里的事情 交给你了 我为什么突然就能听到陆下人的心声呢 而且他似乎很害怕龙傲天 跪舔我三年 就因为出现了个龙傲天 他就不争了 怎么感觉今天这么安静呢 因为梦少没来嘛 我说呢 是啊 往常他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一直说个不停 你们是不是闲的 陆下人真的不来了吗 冷清秋却烦躁起来 好像没有了陆下人 日子突然变了 喂 陆下人嘛 我要见你 啊 什么 大点声 我听不见 陆少 你陪人家喝酒吗 哎呀 等一下 我打电话呢 冷总啊 我这边有点忙 改天再聊吧 给我查录下人的位置 现在就过去找 路少路少 冷总人已经进电梯了 要不要把姑娘们撤下去 让女孩子们都围过来 这不是我的准未婚妻冷大美女吗 快坐 快坐 你好潇洒 老子是雪橙第一大嫂 找几个妞怎么了 你不高兴就解除婚约啊 冷清秋 你气死了吧 你面前就有一杯啤酒 直接破我脸上 咱们就一拍两散 冷清秋刚要发怒 却被陆下人的心生气笑了 哎呦 老公你干嘛生气啊 人家担心你嘛 陆下人震惊到要原地爆炸 这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冷清秋吗 今天不玩了好不好 咱们一起回家 我今天特别想和你聊天 冷清秋你脑子有坑吗 我都这样了 你是人者神归吗 咱们自己过自己的不好 谁也别搭理谁那么难吧 冷清秋听得心里一阵气候 这个家伙 舔了他三年 现在从女神变成了狗屎 可陆下人却不管他怎么想 铁了心今天要断绝关系 要我消气啊 可以啊 吹掉一瓶酒 冷清秋看着陆下人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从小到大他也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不喝就算了 你走吧 以后别再找我 冷清秋突然一把抓起酒瓶 仰头就往嘴里灌 陆下人赶紧抢过酒瓶 你还真喝呀 你骂我几句转身就走就好了吗 实在不行给我一嘴巴也行啊 这是干啥呀 陆下人 你满意了吗 还要我喝吗 对不起 你不是人 这么糟蹋我 对不起清秋 冷总 焦总的团队已经到了 合同也都准备好了 知道了 喜欢的话自己在这里随意吧 我那边还有生意要签 焦总 哪个焦总 焦世衡啊 清秋 你对焦世衡这个人了解多少 没多少 外地伤人 焦世衡的合同 能不能推到明天再签 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我在国家家吗 我要是告诉他这时的天坑 那之后龙澳天就没办法见你 就又失去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我得想个办法 把签约一事改到明天 冷清秋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合同是个阴谋 陆下人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觉得 今天的皇帝不好 不宜签约 我从来不信这些 韩月 告诉财务部 准备会款 好的 焦世衡这么的不就是个小反派吗 老子是大反派 咖位比你大 你们能签约 老子录自倒着行 冷总你好 抱歉 让您久等了 没有关系 来了就好 这个合同你要不要再看一下 不用了 直接签约吧 果然是北国第一美女企业家 多好说 冷清秋突然赶去 陆下人帅了一批 陆下人你干什么 曾祖啊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没事 有我呢 陆下人 我们在谈生意 你不要捣乱 谈鸡毛生意 焦世衡 你给老子滚过来 冷总你看着 没事 有我呢 陆下人 你不要胡来 当心我翻脸 今天老子先翻脸 姓娇的 冷清秋是我未婚妻 你敢调戏他 原来是陆军啊 你误会了 我和冷总只是谈生意 给我打 陆上 怎么个打法 就做的他明天中午12点以前爬不起 冷总 你赶紧解释一下吧 没事 有我呢 陆下人你住手 不要打那么狠 冷总救命啊 放心有我呢 你再忍忍 救命啊救命啊 别打了 我不签约就是了 赵刚 路嫂 马上就好 距离您的要求 我估计还有三小时 二十五分钟零三十九秒 行了 别打了 让他们滚 说吧 你怎么知道他是来坑我的 啊 他是来坑你的吗 早知道就该多打他几个小时 说实话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以后你的事别来烦我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一言为定 婚约的事情 你跟你家人说了没 说了 下个月初是吗 不是啊 我是说咱俩得取消订婚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看心情吧 你别看心情啊 你现在就给你爸妈打电话 把事情说清楚 你真的想绝交 想啊 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是的 谁啊 重要吗 重要 我得知道 是什么人打败了我 成为了你心的心头好啊 青秋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想联姻吗 不想 这不就结了 但是我想知道原因 我是渣男啊 又喜欢上别人了呀 那个人是谁 爷爷 您算得给您来电话了 喂 雪娇妹妹 这家伙昨天还烦自己烦的不行 怎么今天就突然口气甜的发腻了 这个死人头搞什么鬼 瞎人哥哥 昨天累坏了吧 可不是吗 你这魔人的小妖精 徐雪娇还不知道 自己莫名就被陆瞎人给利用一下 还在将计就计的想摸清陆瞎人的心思 坏人别胡说 当心我咬你哦 明天要开发布会了呢 你快来 我们得过一遍稿子呢 好的 不过你要穿JK制服给人家看 讨厌了你 开发布会哪有穿制服的 死渣男 你去死吧 特么的 在这里面蹲了七七五十九天 这辈子也不会再上茅房了 恭迎少主出关 恭喜少主菊花土水神功大成 统一雪橙指日可待 低调 低调 为了装逼打脸的效果 本少要半成脚丝 这样逼格才能挖满 换辆车子 越低调越好 我们现在就去市区 是少主 雪娘 这就是你为少主找来的车子 少主 此物换作拖拉机 奶柴油发动 动感十足 低调简陋 吐气又没品 正适合少主的要求 能不能换一辆 少主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您今天的行程比较满 再耽误时间就不够了 行 那 那就它吧 请少主亲自发动此车 龙傲天因着你 开始启动这台手摇拖拉机 少主需持续发力 不可停歇 此时停下 将前攻进去 少主真乃天人下凡 还是我来吧 龙傲天坐在拖拉机上 天的五脏六腑都快从嘴里蹦出来 这破玩意你从哪找来的 从一农户手中以9万元低价够得 这破玩意要9万 少主息怒 就要下雨了 软顶的开关在哪里 少主想多了 此物乃是360度超级宇宙无敌大天窗 那现在要下雨了怎么办 属下有遗迹 快说 请少主硬趟着 我靠 真是倒霉到家了 这雨下的太大了 敢不敢来点比这更倒霉的 请少主要再乌鸦嘴 怕鸡毛 难道还有比现在更倒霉的事情吗 少主 请小心前面有个粪坑 啥玩意儿 少主 雪宁先走一步 少主 请尽快出坑 快来帮忙 老子腿让着破拖拉机压住了 少主 拖拉机不值钱 兜气即可 少主万金之躯 欺客在粪坑之内久留 请少主早做决断 我说我腿被压住了 少主 属下公请少主出坑 拖拉机压着我腿了 快帮我挪开它 少主何不早说 快挪开 您早点说嘛 快来挪开它 为什么不早说 路少 前面有个拖拉机挡路了 我下去看看 我他们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的小憋子 好狗不挡到 快点把那破完一挪走 原来是陆下人的狗腿了 没错 算你实相 你以为我特么这是夸你呢 还要点脸不要 我靠 你搞什么 怎么这么臭 你一定要分更理的 赵刚安你这是要坑死我 陆下人火急火两的下车 一看龙傲天的一身装扮 心里竖起大拇指 真特么的专业 一身的地摊货 开亮破拖拉机 这才是大男主的气质 让社会上所有的视力眼看到旧财 在最关键的时候震惊四足 然后豪门望族对你刮目相看 美女红颜对你暗许芳心 再看看自己 简直没法看 穿着手工裁剪的名贵戏装 手工制作的皮鞋 四百万的手表 三百万的汽车 和人家一比 自己算什么 除了这些还有啥 傲天兄 想不到这么巧 刚当是我们不对 您先走 一阵晕眩差点摔倒 路上您没事吧 我怀疑这小子掉凤坑里了 人家这是 这是香水味 傲天兄 听兄弟一句劝 换个牌子的香水吧 这个味太鼎了 今天我是出现了一个奇观 全市所有区域都是晴空万里 只有一块乌云持续下大暴雨 竟然从郊区顺着公路到市区才消散 速度慢的就像一台拖拉机 所有人一起看向蒙傲天 好好好 今晚的月色真漂亮啊 傲天哥哥 诗涵妹妹 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你 给你妈妈治病的 剧情终于正常发展了 我这边没问题 接下来 就让这个龙傲天带走蒋诗涵 既然是这样 那诗涵你就和傲天兄回去吧 祝你的妈妈早日康复 我让财物给你发两年的薪水 够你用啊 这小子这么同情达理吗 难道一身氛围都转化成了王霸之气 让他直接折服 陆少今天倒是神明大意啊 那是那是 向龙兄学习 诗涵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尽快回去给你妈妈治病吧 傲天哥 谢谢你的好意 妈妈的病 徐总已经答应医治 下星期就动手术 诗涵妹妹 你是对我的医术不够信任吗 恕我直言 雪橙的医生都是垃圾 除了我 没人能治你妈妈的病 行不行先试试 你先跟着傲天兄回去 如果他真能治好阿姨的病 就不用雪胶那丫头 我还是等下周吧 都跟妈妈说好了 如果徐总那边不行 再麻烦傲天哥哥 看着蒋诗涵油盐不尽 路下人牙一有 蒋诗涵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跟着傲天兄走吧 路总请不要开除 路下人 你开除一个我看看 跟谁在这狂呢 在雪橙除了龙傲天 我怕过谁 路下人为了不激怒龙傲天 不惜开除自己性感贴身小秘书 却被徐雪橇出言阻止 原来是雪橇妹妹 你跟着掺和什么 路见不平啊 雪橇先生 好久不见 白天先生 晚上交气吗 你身上什么位 掉粪坑啦 咱能不提这事吗 徐总路少要开除我 放心他不敢 我路下人做事 向来自由自在 绝不看别人眼色 是吗 这个徐雪橇不好处理 得慢慢来 主要是现在龙傲天就在现场 打死也不能夺罪他 龙傲天武功非凡 而且憋着劲要拍死我 绝对不能惹这个愣 原来龙傲天是个高手 和路下人有过节 我懂了呢 死丫头这是什么表情 不过小丫头骗他 跟哥道你还嫩点 徐雪橇露出冷笑 虾仁 哥哥 你的底牌都被我知道了 你就是有七十二遍 也翻不出老娘的五指山 这死丫头哪来的自信 我就开除了能把我走 蒋诗涵也是龙傲天的后宫 打死我也不能碰 总之我会给毒他安置费 和各种补偿 只多不少 我开除他合法合理合情 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是吗 瞎人 哥哥 见一步说话 傲天兄 您稍等 今天我保证让您带蒋诗涵走 龙傲天都不会了 这算什么 他都没发力 路瞎人就躺平了 难道反派都不用了 一身臭味站在这里就管用了 你不能开除蒋诗涵 这事没得商量 我说的 耶稣来了都留不住 瞎人哥哥 你要非开除他也可以 不过那我就得告诉龙傲天 你对我做的事情了 我对你做啥了 那就看我怎么说了呗 他怎么知道我的软力是龙傲天 这死丫头 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吧 我说你打我 骂我 威胁我 让我穿孩子给你跳钢管舞 我真的双T 你是真会啊 你比我会 你觉得他会信吗 你看他像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吗 路下人心里惊 瞬间想到某大陆的唐大男主 就是连呼吸都是取死之道啊 不过路下人为了走到最后 还是不放弃让龙傲天带走蒋诗涵 雪娇妹妹 你看 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才子配家人 我们只要稍微帮个小忙 他们就可以双速双飞 这种好事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龙傲天算什么才子 我看你才是才子 我说你小子怕他干啥呀 你怎么就不敢跟他干一架呢 你是想看我和他干架吗 是想看他把我拆散架吧 雪娇妹妹 你就当可怜我 我能活到第三天不容易 你就让他带蒋诗涵走吧 开除他也不是不管他 我每个月照常给他发薪水 发到他死 这总可以了吧 不行 这都不行 为什么呀 我就是不想让你开除他 你肯定一肚子坏心思 等我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才能决定是否要开除蒋诗涵 家人们谁懂啊 今天有个下口女非要打死我 徐雪娇 你不要欺人太甚 道天哥哥 你知不知道 陆总对我做了什么 他昨天给我吃了一种药 我就浑身发热 陆佳人 你对雪娇妹妹做了什么 我的房子吃起啊 说要不做公事的 没有 绝对没有 哥 你的王八之气啊 先收收 我给他吃的是 只拉肚子的药 昨天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肚子 那要吃完了就是会感到燥肉 一会就好了 还有这好药 看着陆佳人害怕的样子 徐雪娇扑斥一笑 那 诗涵他 不开除 永远不开除 只要您不发话 我就不会开除他 那你也不能逼他走 你就让他留在你身边 当你的贴身小秘书 你要不是大名主 我分分钟拍死你 你丫头骗他 这事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我身边留哪个小秘书 跟你有啥关系 你管这些图个什么呀 看着陆佳人不说话 徐雪娇又开始假哭 逗天哥哥 他昨天还对着人家 你对雪娇妹妹做了什么 气死我了 哥 你的王八之气先等等 先等等啊 诗涵 我现在正式收回对你的辞退决定 好好工作 我看好你 谢谢陆总 徐雪娇胜利了 好开心 龙奥天 你这个家伙 赶快找个地方洗洗澡吧 真的像是从粪坑里爬出来的一样 雪娇妹妹 这个牲头对你做了什么 我龙奥天会保护你的 你先去洗澡好不好 可是 可什么事啊 你一身的臭 得心死人了 我和瞎人哥哥闹着玩呢 你一边待着去 陆佳人都要吐血了 大男主的脑子都是有坑的 你激怒他他不恨你 他只会恨我呀 如果眼神能杀人 陆佳人感觉自己都死了上万回 蒋诗涵龙奥天是带不走吗 陆佳人 你敢欺负雪娇妹妹 我就拍死你 说完龙奥天就转身离开 不过陆佳人彻底懵了 徐雪娇捣乱 蒋诗涵变心 龙奥天也不灵了 再这样走下去 自己真的不会忘了 喂 冷叔叔啊 现在去你家 好的好 冷叔叔好 自家人别那么客气 进屋吧 陆佳人很别扭 要尽快切断和冷家的联系 确切地说 是切断和冷清秋的联系 佳人哥哥 你来了 是啊 对 我来了 造孽啊 你长成这样不是让全天下的女人都恨你吗 我没留鼻血吧 听到陆佳人心里的赞美 冷清秋意外的开心 这明明有门啊 陆佳人看我女儿几乎都快看呆了 怎么清秋说她还推三组四不愿意呢 难道这小子极想要人 还不想掏钱 接着一家人和陆佳人开始聊各种家常 聊天过程中 冷天豪发现陆佳人的眼神不停地偷瞄冷清秋 陆佳人绝对是个色批 保证是老子开多少年车了 你才摸过几辆车 我能看不出你的驾驶水平 佳人啊 下个月初时就订婚了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陆佳人现在真的舍不得把冷清秋让给陆佳天 一万个舍不得 但这不是一款养成类恋爱游戏 而是一场高端的绝地求生 老呀 一位龙少爷求见 龙少爷 是的 名叫龙傲坚 说是有一个价值二十几个亿的内部消息 要跟您分享 陆佳人当即脑瓜子嗡嗡的 大哥 你这都偷家了呀 这么大口气 看来我们家今天来了高人了 佳人咱们见见 你装个DLM装 别看你现在狂的二五八万 等着大爷进来一顿操作 你得把你们连同家业一口气拱手都给他 冷清秋看着陆佳人 心里很生气 这个死人头 又想着些乱七八糟的 我怎么会跟一个保安亲亲握我 要跟也是跟你 我就看看 他到底有多厉害 能让你如此忌惮 听他的兴事就不是凡人 应该见见 不过既然您要见贵客 那我就先告辞了 咱们改天再聊吧 后门在哪边 你才是贵客 他算什么 估计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看看再说 少主 那边度安排好了 蒋诗涵 竟然不知好歹 要跟着陆佳人混 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就是无知 以为抱上有钱人 才是自己的康庄大道 不过他很重要 重要的是冷清秋徐雪娇和陈梦元 雪宁 学着点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就是本少主统合雪城的第一步 冷家必然是我囊中之物 龙先生是吧 请坐 客气 小兄弟说有价值二十亿的生意要谈 坦白说 我冷天好见过的说大话的人数不胜数 但是我还是见你了 我给你三十秒 三十秒内 如果您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那我可就要送客了 冷先生怕事还不知道 冷家已经到了灭亡的悲戏关头了 珍惜时间吧 龙先生 这种话吓不死我 老头子还真狂 我就看你能狂多久 待会儿我说出天大的秘密 保证你瞬间下尿裤的 据我所知 冷家的千锋集团在几年前就已经濒临破产 幸亏天才少年冷清秋临眉寿命 在分公司的一波神迹操作 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那次开始 您发现了他的天赋 也认可了他的能力 所以让他全盘接管集团至今 说点我不知道的吧 你的时间不多了 好 冷先生可能还不知道 冷清秋小姐虽然实力超群 但他需要一个相红 一个能让冷家打一个漂亮翻身仗的相红 可惜 即将和焦世衡合作的那个相红 实际上是个天坑 焦世衡会坑抖他所有的钱 带着二十几个亿讨算 在这个当口直接损失二十多亿的现金 冷家怕事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刚好三十秒 傻了吧 猛了吧 来了 他要握着我的手 感激的痛苦流涕了 宋克 瞎耽误功夫 这老家伙什么脾气 我没说清楚 还是他没听明白 冷先生 您是不信我说的吗 焦世衡的那个相红 只要您仔细看看内容 就一定能发现问题 千锋集团的内部有内鬼 你们的审核团队 有人作假 数据瞒天过海 龙奥天 孙子 你是真的狗 早不来 晚不来 我在这里你就来 你泡妞就泡妞 你找老张人干什么 我靠 是化学 这个家伙 刚刚明明没说话 为什么我好像能听到他心里想什么 是我出幻觉的吗 无知 无怕告诉你 你说的这件事 我姑爷录下人已经摆平了 昨天签约的时候 我姑爷抱揍了那个焦世衡 现在资金还在我们手里 这次轮到龙奥天彻底懵了 搞定了 让陆下人给揍跑了 我辛辛苦苦搞到手的情报 就是留着在关键时刻拿出来装逼 陆下人你大爷 你跑我活 龙奥天不想服输 咬咬牙 我还有一个情报 可以分享 你最好说点我不知道的 大宇集团将在雪城开建一个巨大的游乐城 总造价三百多亿 冷先生 这件事您知道吗 那又怎么样 他们自认为做事不够机密 但是情报还是被我知道了 如果我们能用这二十几个亿 抢先拿下那块地皮 到那个时候 他们要建游乐城 就必须购买这块铁 冷天好被惊到了 这的确是个天大的商机 但是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应该趁早下手 龙先生 之前多有得罪 请进书房叙化 来人 书房奉茶 老呀 不好了 陆少爷他 他怎么了 他从墙根上摔下来了 就应该过去年轻人 我们下车 去年轻人